欢迎来到车研论 上次呢我们在比亚迪的六角大楼下面 给大家带来他们海洋网军舰系列的首发 驱逐舰05 包括外观啊品牌啊还有战略等等都跟大家介绍完了 但是呢那次那次没有开放也不能开上路 这一次来到珠海的海边 他们终于把内饰开放了 内饰是终于设计定型了 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话不多说直接进去看内饰 现在看到这个内饰啊 整体的布局呢还是你熟悉的比亚迪的味道 怎么说呢就是一个中控的安卓大屏可旋转的哈 你看然后带一个8.8英寸的仪表盘 整体的UI设计呢还是比亚迪的那图家族的味道啊 然后这个中控呢 它说是同级别最大的哈 我还没有考究 但总体来说视觉观感是挺大的 因为它达到了15.6英寸 包括这个边框都不算是特别宽 整体来说这个屏幕呢我是很收获的 他们的车机啊用起来包括流畅度啊 第三方APP的接口啊以及整体的UI设计啊 我觉得还是可以给点个赞的 但除了这个之外呢 其实它保留实体按钮的地方不多 只有两个地方 第一个呢就是多功能的这个方向盘两边的这边呢是辅助驾驶的这边呢是语音互联的还有那些多媒体的而剩下的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挡霸这个区域了除了用了这个旋钮式的挡霸之外呢其实整体的功能性的布局跟我们之前买回来的比如说汉啊像Song Plus啊等等王朝系列那些其实差不了太多了整体实用性还算是可以的不过刚刚发现了一个小细节呢就是这一台汉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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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 这台车它挂档的时候并没有做一些特殊的音效包括这个转向灯也是比较常规的声音啊但之前海洋生物系列的海豚呢是做了一些很萌的像一个海豚叫的那种声音啊这点体验的特殊感这两台车是不一样这个可能还是要成熟稳重一点可能这就是军舰系列的定位差别了剩下呢就说一些细节的功能点了比如说储物空间这台车呢其实该有的储物槽还是给你挖出来了 空调下方这里呢是有一个手机无线充电板的区域然后前面呢是两个杯座不过这两个杯座呢跟另外海豚那个也是有个特色就是挨得有点太近了这会发生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你放的两个饮料是这种上下宽度一样的水平勉强可还行啊但是如果是那种网红茶什么什么大叔啊什么这个茶那个茶的上宽下载的话呢其实这两个杯座是很难同时 是容纳两杯那种饮料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因为它挡在了这个无线充电板的前面所以呢同时放了饮料之后你拿取手机这种物品的就比较复杂一点了还有呢就是下方这里呢它该给你的接口 点烟器都是有的这里也挖了个储物槽可以放下钱包等等的但是呢它中间这里是没有预留一个走线的区域的所以 如果这边接了一些线源充电的话呢其实那些线就会从两边这样飞出来那对我这个强迫症来说呢觉得就不太美观这点小细节呢还是要注意一下的最后来讲讲这次的座椅造型啊它采用的是一个一体式的设计那看起来呢肯定是比较特别甚至说有些人是觉得很帅气的不过呢跟那种运动化的那种什么半碳纤维包裹那种同意不同啊它这次的填充物料其实还是很照顾家用舒适性的还算 比较厚比较柔软同时呢它的调节的幅度其实跟大部分同级的车一样是前后上下还有靠背角度可调然后这个脚呢是没有额外的那些延展啊调节啊包括这个腰拖也是没有调节的所以呢对这个人 座椅的这种造型的贴合度其实就有点考究了比方说头枕不可调的情况下其实开长途车我的后脑招是有点悬空的那么第二点是以我的体型啊一米八一八二然后七十公斤体重的人穿这么厚的衣服可算还行啊这个护衣没有把我加的太紧算是有一定的支撑性 但如果你的体重再往上涨一点呃体型更宽一点的话呢可能这个护衣会把你加的比较紧啊所以这个座椅坐起来到底舒不舒服呢可能你要还倒垫实地亲自用自己的身体touch一下感受一下才会有答案呢 来到后排呢跟大家聊一个小细节就是这个门把手造型呢也有点像海洋那种海浪的这种弧形啊那挺符合人机工程学的手往里一抠就开了 然后呢前后排这个扶手的阻尼啊也是做出来所以扣完之后很多这个极变的车它是直接啪就弹回去了但这个还是做出一点阻尼感的这个小细节还是蛮特别的哈 整体的使用性的话呢空间前面是我的驾驶骑啊一米八二再做一个我的话呢腿部空间有富裕但不算特别的多 然后同时呢地台高度的话比较合理吧因为打开门你看这个门槛它往下挖的这个深度不算太多 毕竟这是一个DMI的车型底下会有一些电池啊电机等等的布局 那么天然的这种车它的地台那种厚度肯定是没有纯燃油的车型来的这么薄的还是厚一点 可以理解啊但不算把我架的很高很空剩下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后面空调出风口这里呢就是常规的了 并没有所谓的调温度啊等等那些按钮然后呢电源的接口也是两个常规的A口啊 然后储物的话这里也是常规的两个杯架这里也是有个储物条 嗯中规中矩吧这个后排家用的话没有太多可以投诉的 但是令我最好印象最惊喜的除了这个拉手的造型跟阻尼杆之外就是这个座椅的填充物料了 明显觉得后排呢会比前排的坐垫更加的软 坐下去之后屁股那种下陷下塌下去的感觉呢是比前排是更加明显一点的 所以这个后排如果你的体型稍微再娇小一点腿稍微没有我这个这么长的话呢 其实这个后排坐的长途睡个觉我觉得应该是蛮舒服的 上次留了个伏笔啊说这个尾箱这一块造型太短了可能会影响它的开口大小会不会真的很影响实用性呢 这次开给你们看首先它的抠手是在这个灯条的下面的 打开之后很明显看到这个开口高度呢是挺有限的为什么呢 首先是造型问题它这个下面这种设计的太宽了 光是这个坎跟这个地台的宽这个落差就有这么多 其次呢是这个溜背你看很多的造型 整个车的高度其实在这里就浪费掉了 最影响的就是这个开口其次呢这台车是支持后排四六分隔放倒的 但是呢放倒之后因为它的后排的坐垫 不是那种啊两段式的坐垫线往前抽在尻倒的那种 所以呢这个放倒之后还是有一定的落差有一定的宽度在那里的 还有一些小细节就是它这些机械的裸露呢 还是蛮多的如果能把这些部分用这种黑色的塑料给包覆起来 可能看起来会更加的美观一点哈 剩下呢就是一些小的细节了 比方说这里呢有一个网兜可以放一些容易滑动的物品 然后下面呢是一些常用的比如说三脚排啊啊补胎叶啊等等的 因为还是那句话这台车是一个混合动力车型 所以下面呢会有更多的电池电机等等的布局 那备胎呢暂时在这台车上就是看不到的了 好了看到这里相信你对这台驱逐渐05整体的状况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 毕竟官方也承认啊它就是琴Pass的一个姐妹车型 所以呢包括DMI的动力啊 比亚迪的车机啊等等很多的平台架构性的东西都是一脉相承的 它能做的变化也就是外观做了一个重新的设计 重新的命名方式 以及内饰啊像座椅啊车机的屏幕大小给你做出更多的诚意了 但是因为它的价格还没有出来 所以这个一体式的座椅啊包括这个超大的屏幕是不是全息标配呢 这个我们暂时还没有答案呢 那么未来相信它的价格一定是会比琴Pass的入门门槛是更高的 因为那边会有一些燃油版本来拉低这个门槛啊 这个一起步就是DMI了 但是呢它们的定位并非说自己内卷了 而是一起联手把这个混动或者说整个A级车市场给打下来 所以到时候我们就期待它上市之后的价格还有试驾的体验 看看它的实力能不能一起携手琴Pass打天下